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庭 昨天傍晚对南海仲裁作出判定 否决了中国对南海主权的九段线主张 引起全球关注 更担心南海区域局势会因此紧张 中国国务院新闻版今天马上发表白皮书 捍卫指中国对南海主导的主权 是有充分的历史法理依据的 同时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北京强调南海主权争议 不应该有第三方介入 而台湾更马上派军舰出巡南海 以宣示主权 就在海牙仲裁庭 针对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 做出了不利中方的判决后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了 中国坚持通过谈判 解决中非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 这份两万多字分成五大部分的文件 主要强调中国对南海主导的主权 有充分的历史法理依据 同时主张同当事国依据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通过谈判公平解决南海化解问题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了中国坚持通过谈判 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的白皮书 应该说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中非南海争议 和南海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政策 白皮书指出在领土和海洋化界上 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 也不接受任何诉诸第三方的解决方式 更促请各方在问题解决前保持自我克制 主张南海的和平稳定 应该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在新闻办发表白皮书的同一场记者会上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正明更指责 菲律宾为挑起南海矛盾的始作俑者 中非南海有关争议的核心 是菲律宾非法请战 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而产生的领土争议 刘正明也强调 菲律宾的主张没有历史法理依据 而中国一直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他也质疑仲裁庭的仲裁员 由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所安排 属于政治操作 在南海争端上和中国有着同样利益的台湾 同样表示不接受裁决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早更是登上 即将执行南中国海巡逻任务的海军康定级舰 对士兵发表信心喊话 坚持台湾对南海的历史权利 南海仲裁的判断 特别是对太平岛的认定 已经严重损及我国对南海诸岛以及相关海域的权利 这艘船代表中华民国 各位身上的制服就代表国民的托付 这次巡航的任务就是要展现台湾人民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 在蔡英文讲话后 康定级舰马上赴南海巡逻 这一次的巡逻比原定任务提前一天 是台湾为了抗议海牙裁决做出的表态 主张仲裁不拒法律约束力 台湾绝不接受 NTV7综合报道 NTV7综合报道